雅各书 雅各书第一章 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 问候散聚在各处的十二个支派的人 我的弟兄们 你们遭受各种试炼时 都要认为是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 救生忍耐 但要让忍耐发挥完全的功用 使你们能又完全又完整 一无所缺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该求那厚赐与众人 又不斥责人的上帝 上帝必赐给他 只要凭着信心求 一点也不疑惑 因为那疑惑的人 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 这样的人 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 三心二意的人 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 都摇摆不定 卑微的弟兄 要因高声而夸耀 富足的 却要因被降卑而夸耀 因为富足的人要消失 如同草上的花一样 太阳出来 热风刮起 草就枯干 花也凋谢 他美丽的样子就消失了 那富足的人 在他一生的奔波中 也要这样衰残 忍受试炼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经过考验以后 必得生命的冠冕 这是主应许给爱他之人的 人被诱惑不可说 我是被上帝诱惑 因为上帝是不被恶诱惑的 他也不诱惑人 但每一个人被诱惑 是因自己的私欲牵引而被诱惑的 私欲既怀了胎 就生出罪来 罪继长成就生出死来 我亲爱的弟兄们 不要被欺骗了 各样美善的恩泽 和各样完美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重光之腹那里降下来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他按自己的旨意 用真理的道生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 成为初熟的果子 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要明白 你们每一个人要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怒 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实现上帝的意 所以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污秽 和累积的恶毒 要存温柔的心 领受所栽种的道 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但是你们要做行道的人 不要只做听道的人 自己欺骗自己 因为只听道而不行道的 就像人对着镜子 观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住室后就离开 立刻忘了自己的相貌如何 唯有查看那完美 使人自由的律法 并且时常遵守的 他不是听了就忘 而是切实行出来 这样的人 在所行的事上 必然蒙福 若有人自以为虔诚 却不乐住自己的舌头 反欺骗自己的心 这人的虔诚是突然的 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 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 就是堪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并且保守自己 不沾染世俗 并非诚 report wijают 不沾染世俗 呀 诞瘤